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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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當然很肯定我們球隊的所有隊員在球場上都很努力的在為球隊拚 我們在上半場顯然整個隊都在專注力上面不夠集中 然後當然有一些策略上面的一些運用上面沒有運用那麼好 當然這個回去的時候我們教員團這邊還是會做一些調整 讓他們在下一次面臨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還有更多的方式去解決 去解決現在的攻守兩端的一些困難 下半場我們打出了就是蠻有競爭力的一個時間 但 整場我們失誤九次 那有一些關鍵的事物剛好就是在我們追分的時候 那這個未來我們也是我們要去修整的 對 其實今天個人表現就是很差 尤其是在三分線出手的部分我想 要怎麼延續 自己穩定的表現是自己一個很大的課題 所以回去還是要多做一些 細節上的努力吧 或者是投籃技巧上的改變 對 弟弟說 所以身為一個團隊,我們從比賽一開始到結束,我們都沒有在準備好的狀態下 然後就是沒有比太陽隊還要好 所以他說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下一場比賽之中打來更強勢,然後更想要贏一下這場比賽 對,拍一下 請講講部分,你發現現在的狀況,就是之前你們在看什麼狀況 你說那個Thomas嗎 你說他狀況怎麼樣 就是你們之前在看的時候 他現在的狀況就是當然就是慢慢要熟悉這個團隊 然後因為他也剛來,然後身體上面當然有一些狀況,因為畢竟到一個新的一個環境裡面,可能有點隨途不服 對,但他是一個很認真的球員 我們就是在短時間盡快的讓他趕快融入,然後他也是很積極 很積極,那現在當然我們就是因為整個對手的就是陣型來做一些編排 對 那因為就是球員的整體已經確定下來了 那你們之後對於各隊的一些戰術的轉換,或者是說球員的調整,你還會有更進一步的 當然,主要還是我們要把訓練的東西,自己的東西要呈現的效率要高一點 那其他隊不管他的打法是什麼樣,或者是他攻守兩端是什麼樣的一個陣型 當然也是要靠他們在林場上面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會提供他很多的資訊 但現在就是說球隊目前還是偏年輕 然後經驗上面比較不足 很多都需要時間去累積他們的經驗 那我們現在還是不斷的透過訓練 還是要透過訓練,然後去幫助到他們 你們今天最後一節已經追到剩下大概三至十分 已經是這四節裡面最近的 那你們在有些暫停上面,已經有沒有對球員下達一些什麼 例如說給誰三分,或者說盡量去投籃 當然就是在我們平常,因為平常都有演練過了 對,所以他們在短時間他們可以了解就是說現在要做什麼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必要的失誤 就是產生讓我們的那個分數沒辦法追平 甚至超前 對,這也是我們回去要去慢慢去研究 看看是不是系統上面有一些瑕疵 我們教練團這邊也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球員都很努力 對,不單單就是說他們的問題 當然我們教練團這邊還有一些訓練上的問題 也要做一些調整,對 其實就是你們現在的洋將跟本土球員的搭配的狀況 你覺得是在您的期待的範圍還是 對對,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當然沒有到最大值 當然看得出來我們在年後 我們在訓練上面,我們在比賽上面 我們在溝通上面都很融洽 那現在就是說還是 就是 藍球還是團隊 那很多的細節上面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但這個還是要去回去再看一下袋子 然後再去整理一下 對 OK,謝謝 謝謝